因為術士感覺你抽不到那麼多啊 抽太多是不是會倒地啊 抽太多是一個點 然後再來是你根本沒有那時間去抽 對 你今天仰賴抽牌 你唯一一種情況下會拿抽牌就是遇到控制的時候 是 就是你要往後騎走 是 那包括說現在 基本上更不會拿抽牌是因為有館長嘛 好 那這邊就是稍微解釋一下為什麼這個獵人他在選擇用快射把這個E3解掉 就可能有些人會覺得說 E3就是看起來應該沒什麼威脅 但是這樣子的 因為下回的戰士惡廢假設掛一把武器 那三費獵人他要出動物夥伴 動物夥伴如果出這個雷歐克的話 那這樣的話他武器加上魚人就把雷歐克解 那即使是出這個米沙的話依然會被換掉 所以考慮到他三費要打動物夥伴的話 他現在先快射把這個E3解掉是不得已的選擇 而且他這邊還要這個4費已經有8內施了 所以他這邊基本上3費4費都有4零座 5費說病也有4零座 所以以一個獵人來說的話 這邊快射解掉一個E3 還是可以接受的 利用得武藝天生技讓 這邊戰斧打出4點的傷害 那這邊應該就是 走臉吧 你這解釋還是 唯一可能防盜是擊殺命令 但是沒什麼意義啊 好那這邊要稍微解釋一下 這邊這個日本選手打的 真的只是防擊殺命令嗎 其實不是的 為什麼他這邊會選擇敲開 因為他敲開的話剩下的是一個三血 獵人解三血的手段 主要就是快射跟陰腳弓嘛 那快射的話因為前面已經打過了一張 就是用來解他的這個小魚人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是他這要再解他這個三血的話 就是只有可能是這個陰腳弓 那陰腳弓的話 就是我就問一個 我們就計算一下 如果他這三點踢點 就的話是三弓 那人家拔陰腳弓砍他 再吃三血 就等於是被打了六血 如果是現在敲開變成一個五三 人家再拔陰腳弓吃他的話 那其實打到了五血 所以的話以這個陰腳弓來說 他只是少踢一點血而已 那但是呢就是 他這樣子先敲開的話還有什麼好處 就是剛剛講的可以防殺戮嘛 然後除此之外的話呢就是 這個先敲開的話就是 還有一個重點 是他可以確保這個兩個一是開著的 因為如果這邊不敲開 因為他下一手肯定是想打十隻鬼 如果這個不敲開的話 萬一等一下這個一一解不掉的話 那變成是要用武器敲開嗎 就是那這樣的話就是就更虧了 所以呢這邊敲開是萬無一失的 因為他敲開了 不敲開的意思就是 對面可以選擇來撞你 那就還原嘛 但是對面撞你還原之後 就是你當然缺點是 你這會被兩個一踢到你的臉吧 但是顯然就是這個日本選手 他現在對局勢的判斷 他覺得多臉多被踢兩點 是比較好的 所以他這邊就選擇敲開 對那如果實際上你看對面手 他對面還有冰凍 你如果不敲開的話 對面都可以掛冰凍 然後提攻 然後也就兩個一 不是就那個本來一就踢一點 就選擇就很多了 而且他如果出衝鋒犀牛的時候 這個一一撞開兩個一 也是可以衝鋒的 所以就是真的 這邊我認為這個日本選手沒有打錯啊 這邊這個敲開還是比較好的 那我還是推薦就是先不要 反正就是獅子是一定的 那我要講是先不要用刀子才去拚 因為你可能可以多一層的刀子 那在你將來的機場可能是有差別的 蛤 對方怎麼可能會動 怎麼可能會不動 你在下一回合就多一層 然後多吃一個3.3 我覺得 好那這邊是這樣子 這邊為什麼 他要用刀子劈掉呢 就是是因為這樣的 如果他刀子不劈的話呢 首先是對方可以用這個 惡廢的這個 衝鋒來破冰凍 雖然我們結果論的話 他這邊神抽一張這個 衝鋒的話是一樣 但假設不考慮這張神抽的情況下的話呢 如果同樣你看這個猛擊啊 斬殺 用這個破冰凍 那這樣的話 這個吃了 武器砍了 剩一個3.1 你刀子雖然會變兩代九 你兩代九的刀砍3.1是要做什麼 對不對 所以這個你往下回的思考的話 其實這樣就不是那麼理想的 這刀子 你如果要再更往後面的話 你可能打龍戰 你可能血都不夠了 你砍兩刀 你刀要拿來解塊才划算嘛 你刀砍兩下的話 你至少 你如果要打一個3.3 龍戰的生物起碼是三公以上 你要打兩次的話你就要掉六連血 你就 血量是其實是很危險的 血量跌到15以下的話 如果對方出個699的話 你獵人根本 就是 沒有特別好的手段 當然可以自射 對 那但是就是說 這邊刀先敲的話呢 如果這邊沒神抽這張的話 那這個你看 他猛擊斬殺 3.3一撞 被冰凍回去了 那這樣的話呢 就是 最多武器解掉一個 我還手上 我這邊場上還佔一個22 所以這個刀 敲掉是沒有問題的 這邊這個刀如果 保留的話就是 很可能多贏耐久 其實是緩不濟急的 而且你可能要敲一個3一 敲一個殘血的 那其實就是 更不好我覺得 所以這邊我覺得也是 同樣韓國拳手沒有打錯 那這邊可以做一個combo 要不要直接先自名射擊 自信一波 不然你也解不掉 自信我就是打到 打到就贏了 打到幾乎要贏了 反正一定先自射吧 先下的自射意思是一樣的 是但是 我們要先確認一下說這個 打開的到底是 打掉的到底是哪一隻 我們這邊這個韓國拳手 考驗很久 因為這手其實是 特別難選 點半天最後自名射擊 欸 喂 哇 哇 大手筆喔 那你要 你要這樣子不如上一火的做啦 我覺得還是 比較推薦這樣 那他當然是 覺得進八費 他是不敢 他不敢 這麼猖狂的這樣 不是吧 這邊 都打成這樣 應該也沒得選了吧 應該就áz 可把迪爾 天真技吧 這邊如果下可把迪爾的話 那只是這個可把迪爾下 OMG 保這個 但是他知道對面是有亞歷史 有勇士的喔 你一開始就直接打零 為什麼要插那個一一呢 好那這邊要解釋一下 如果剛剛就是 選擇制射的話 假設射中的是這個 三一的話 那這邊這樣子撞完之後呢 就是 會剩下這個 我想想想這個是六血嘛 所以他用了這個 三四五六 然後等於剩下一個一 要面對一個精靈龍 所以就是剩一個一面對精靈龍的話 會被精靈白吃的 然後最後一個三一的精靈龍的話 對獵人是有巨大的麻煩 他下回合肯定是開三寶 所以你看假設呢這邊 他這個剩下一個一的話 那人家精靈龍一吃剩一個三一 那下回合你這邊肯定 對這個會被充掉 一定會被解 然後下回你開三寶之後 對面廠場多一個三一精靈龍 那隨便再加上變點什麼的 就能把四血的這個嘲諷的這個米沙熊給解掉 所以考慮到往後的發展的話 對獵人是並不有利的 然後在這邊的話如果 這射到三六當然就是很優勢嘛 所以這邊等於兩個機率是各三分之一 就射到三一的話是就很差 就是基本就快輸了 然後如果是射到三六的話呢 就是那就要贏了 那所以這裡就射到選手的一個大局觀的判斷 韓國兄他可能認為自己打戰士 下回的三寶是很強勢的 那再加上我們知道他的牌是有在螺絲的 所以他可能認為 自認為說他的生物質量可以跟得上 所以他這邊是一個優勢的 到現在他認為他勝率是超過50% 所以呢他選擇不賭這個制射 因為制射的話這兩個是一樣 都是各三分之一的機率 那一個是會贏一個是會輸 那這樣的話他選擇不賭 他選擇說他認為 穩穩的射金融解成這樣子 然後讓對面衝掉 然後下回開三寶 他覺得這樣子 對他往後的發展是更好 就是說他覺得這樣更穩健一些 所以這邊就是 你也不能說他打錯 你只能說他就是選擇一個 比較穩健的打法 那當然以結果來說 可能他這邊的勝率的判斷是有錯誤的 所以這邊可能就要請這個 如果以後有這個AlphaGo系統 可能要計算一下 剩下這些牌 然後手長是這樣子 場面是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 打個這個一千場 然後看這個勝率是多少 這個獵人勝率是多少 如果獵人這邊勝率是低於50%的話 那這個制射就該賭 那如果這邊獵人勝率是高於50%的話 那制射其實還是不該賭 像這個韓國全球打的這樣是比較好的 對 好 他的方向 對 但是他這個一猶豫 覺得 好像不太妙啊 然後這個應該是提連 他這個箭頭指向亞裔手抓一起 因為現在也知道沒有什麼小斧頭 然後要從外跟我換那就來換 這一定是提連 好 馬可羅克 好 那這邊這個奇力又被打臉了一次 這個就是 這個人沒有提連了 不過這次他沒有再挖挖挖 就是覺得很驚訝 因為反正之前他講的也都跟這個選手想的思路不太一樣 那這邊呢其實還是一樣 就是說這邊牽扯到這個選手他的對局勢的判斷 他覺得這邊那個戰士是21血 然後這個算是半個疊護角吧 他覺得反正這21血他覺得是 戰士一時之間是很難搶死的 所以他很難搶死的話 我們要考慮的思考的主要就是場面 怎麼樣做對場面比較好 這為什麼這個要衝掉呢 不衝掉的話呢 就是這個33加上變臉的話呢 就能夠把這個熊給解了 假設啊 假設戰士這邊有一個這個43的庫卡龍 那等一下庫卡龍拍下來 一吃吃這個42 這個跟變臉解了 然後22把這個這個胡佛一撞 那這樣的話等於這邊佔一個4E的庫卡龍 那你這個手牌現在這樣的話你就很為難了 就是這邊佔一個4E庫卡龍 所以呢就是如果考慮到這種狀況的話呢 這個這個不撞的話 打臉的話那是要出大事的 那你看現在他這樣子把這個撞了之後呢 你這邊戰士要打二血是比較難的 就是我不知道這個龍戰有沒有帶猛擊啊 但是就是 就是說即使有猛擊的話 你這個猛擊跟他一撞之後 那你還是要截我4 呃不是你還是要截我24嘛 就說 就說我還是可以戰一個24 對那所以就是說 你要是這個 猛擊就是 然後這個一撞 然後 好那我剛剛稍微查了一下這個牌表 所以就是這個 Tensor庫的龍戰是 帶了一張猛擊 兩張庫卡龍 所以這邊這個韓國選手 防了一手 庫卡龍 沒有防猛擊 其實猛擊也就應該是還原的 所以這樣應該打的是非常正確的 而且另外還有一個應該考慮的是呢 這個Tensor庫手上這張龍是一個名牌 因為剛剛他的那個2-3是可以衝鋒的 所以這邊 韓國選手知道他手上是一張龍 那在給定手上是一張龍的情況下的話 他要解 要過這個5-4的牆 他這邊 場攻2加上變點3 他唯一指 一定要靠神抽 一定要靠右手鏡板 才能過這個5-4的牆 所以他這邊 這個把這個3-3解掉呢 對場面 絕對是 是有力的 這邊他過不了強化他的變點 等於是一個沒有用的提升技 所以呢 就是 就是我真的覺得這個韓國選手這邊 這個打的是非常正確的 他對局勢很清楚 所以他就是衝掉這個3-3 這邊 衝鋒要告訴自己 我這個獵人還沒有輸 假設說他主要是6點 6加6 所以還沒贏呢 其實 假設說這邊用2-4去撞掉這個 軟泥嘛 然後研磨丟下去 就算噴到臉 其實還是-1 還...就有一段距離 嗯 但是因為目前 馬可羅克這邊場上6弓 8弓 再加上武器 就他勢必一定要 處理一下這個馬可羅克 呃...就賭2分之1吧 反正沒賭到也還好啊 我覺得拿那個快速射擊 加里奧克去換真的是 不太明智 他太害怕了 我覺得他太害怕了 我覺得他太害怕了 因為他怕 他就是不想要讀那個2分之1的機會 可是這樣殺軟 你真的是有點... 有點虧啊 對不起 那就要看一下這個炎魔 到底 黃連上走 斬殺 哇 好 那這邊就是... 其實這個... 這個... 射到惡惡有點虧嘛 其實我覺得這邊這個韓國選手 正好不是這樣想的 這邊韓國選手他其實希望射到惡惡的 為什麼他會這樣打呢 就是... 首先啊就是這個... 他姊媽可羅克送給他PASS 因為... 剛剛已經說了 日本選手的龍戰是兩張庫卡龍的 這邊假設... 他這個... 阿里奧克吃他射一箭好了 隨便 然後這一打 要是打中點的話 那對面這邊是... 場攻就已經13了 龍戰這14血 這差一點傷害 隨便補出一點傷害 這個... 這個戰士就... 就死了 對吧 這邊他這個把這個... 8-8考克解了8-8 欸... 轟了2-2 雖然2-2看起來是一個弱弱的 但是把2-2轟掉之後呢 欸... 之後你說戰士要怎麼解我這個8-8 對不對 那他這個... 用臉刺的話 那形容8-8轟重點嘛 就是還多解個2-2 對吧 那你看現在這樣的話就是... 這個... 如果轟臉了 就沒轟重2-2的話 那戰士就肯定不能用臉刺了 那他這邊的話 當然因為這邊後來神抽一張斬殺了 但是如果不考慮這個神抽斬殺的話呢 其實這邊... 這個... 韓國選手打的是... 是沒問題的 而且就是說... 嘖... 這個... 對啊... 但你會說啊... 如果這個解了2-2 然後呢這個... 欸... 轟臉... 欸... 抽斬殺 那就變成一個... 一個好像沒什麼用的 也剛好不吃了 對吧... 所以這個... 怎麼講呢... 就是說... 但是這邊我覺得這個韓國選手打的還是沒問題的 為什麼... 因為他... 知道對方手上這張是龍嘛 剛剛說過了 同樣是同樣的邏輯 他照這樣是龍 對手只能靠右手近牌來解他螺絲 如果你不解馬卡羅克的話 就是... 那... 要是8-8 轰噩噩噩的話 人家還可以啊... 什麼馬卡羅克撞一撞啊 然後... 假設進個5次打3啊什麼的 這螺絲已經是他的最後一個強力生物了 所以他這邊就是... 他選了這樣打 但這跟他整體思路有關 但我會說他的整體思路是一致的 就他從一開始到後面 他整體思路就是他不優先搶血 他優先考慮的是怎樣對場面更好 然後... 所以這邊的話 馬卡羅克六攻 這邊一個兩攻 所以當然他會把他解 但是... 就是說呢... 如果人家進猛級也可以解螺絲啊 就是說他希望保螺絲 他的思路就是我要保螺絲 螺絲這樣我們可以再打個一兩炮 對... 那你看這炮打點之後 下炮也許他只要再把... 那邊... 就是... 即使場清不了的話 射一箭都可以堵螺絲帶球過人也能贏 對吧 所以就是說... 這邊就是... 這個韓國選手 我覺得這手還是打得非常好 就是說... 選擇解一個馬卡羅克 防住對面對自己的斬殺 同時呢... 讓螺絲更可能可以長久站立 那每回轟一炮 那轟兩炮不管轟怪轟臉 基本上... 龍戰生物不多嘛 就是體質比較好嘛 所以他這個... 拍張龍什麼的 那這個螺絲就慢慢轟 就是... 就是... 就一一轟死 就是... 所以就是... 這個韓國選手 在這邊選擇解馬卡羅克 我覺得是... 並不是一個疑問手啊 我覺得一樣是打得非常正確 對... 當然這邊... 神抽一個斬殺 就... 沒什麼好說的